第六十一章 老夫人因为回忆而显得有些迷门的眼神 渐渐恢复了清亮 四丫头 要说起来 朝云长公主和你 还算扯得上一点远远 嗯 曾经的郑国公世子 也就是罗世子的父亲 是在长公主那 说了那番话后 第一个站出来主动庆英 男人先锋的 也可以说有了他那个台阶 之后的事情才可以顺利成章 如今人虽然不在了 想来长公主看在那人的面上 不会为难你的 嗯 孙女明白了 真妙觉得就像听话本句似的 想着明日有可能见到这位传奇中的公主 总算是有了一点期待 为了笔杀厨 密白烧几人收拾行李 想了想 提笔给罗天成写了一封信 这人翻窗上瘾 万一他不在的这段日子又翻墙进来 被人抓个正着 那他就要出名了 姑娘 婢子把心送过去了 那个叫半下的说罗世子不在 等他回复就立刻把心给他 清歌回话道 真妙点点头 抬脚去了陈香院 这一走至少要各把月 总不见他家小八哥还挺想念的 平日 真妙常会回去喂锦言 温雅涵姐妹已经习以为常 只是听她说 后日要离开一段时日 温雅涵脸色微变 锦言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你可要乖乖的别乱飞 当心别人捉了你炖肉吃 锦言瞪着一双小眼 滴溜溜转 就在真妙又摸了摸她的头转身往外走时 才平静地扯着嗓子道 救命啊 真妙一个猎气差点摔倒 这哪里来的傻鸟 怎么反应慢半排 再看锦言 那八哥半抬着头 小眼望天 竟从中看出一丝鄙视的味道 真妙嘴角抽了抽 转头离去 狼无上却被温雅涵叫住 二表妹笑是无事一起走走吧 二人顺着抄手游郎缓缓走着 两久真妙审不住问道 三表姐是有事吗 温雅涵咬了咬唇 似乎有些为难 真妙也不催 神色平静地望着她 这位表姐 平日刻意和她拉开距离 此时这副神情 看来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了 温雅涵终于开了口 二表妹后日要出府吗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三表姐请说 明日我想出府一趟 但是又不方便跟姑母说 能不能请二表妹和姑母说 带我去吃茶了 纳策经书 她日赶夜赶快要完工了 比约定的日子早了许多 原本不急的 可没想到这庙突然要离府 到时让她原本想借着哪一日 出去趁机送书的打算落了空 只能匆匆把这事挑明了 真妙很是意外 三表姐要去哪里 做些什么 出去多久 二表妹 这件事我不方便对人说 这样干脆地拒绝 上真妙摇头失笑 三表姐 精神这么大 莫说是你 就是我都不怎么熟悉 刚才我问的三个问题 你都不想说 那表妹实在是不敢带你出去的 她愿意当一个人的朋友伙伴 却没有兴趣当一个人的挡箭牌 温雅恒目光放远了 落在院子角落里 只剩光秃秃追压的桃树上 瑟瑟秋风中 桃枝微微抖着 临心可见几个 被风吹得干扁的桃子 就像原本纷润甜美的少女吃了养分 摇淋成行将旧木的老玉 看着就让人心酸 这世上能够依靠的终究只有自己 温雅恒苦笑一声 淡淡道 是我考虑不周 抱歉 看着温雅恒流露出 看吧 果然如此 身在忠明鼎时之家的贵女 怎么能理解生活的艰辛呢 那种绝傲的小眼神 辛妙心中一阵气闷 外祖母生了三儿一女 小舅舅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地消失在大海上 大舅二舅 一个常年卧病在床 一个瞎了一只眼 只有母亲 目前看来还算过得好 她了解母亲 温氏是个单纯的 有些天真的人 这样的人脾气可能不会太好 可掏出的心 确实真真的 她同工三位表姐 一位表妹 恐怕在母亲心里 都是当做女儿带的吧 可人家 却始终住了一道新墙 把温氏和她隔绝在外 隔绝在外也无妨 可一方面疏离着 一方面 有趣于人 又这么的敏感 就有些让人头疼了 她倒是不在意 但母亲 一定会伤心的吧 赞助的表姑娘神马的 果然是最难打交道的存在 嘴角弯起 笑了笑 三表姐 我娘是您嫡亲的姑母 说是有什么事求她一求 真的不丢人的 而 表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温雅恒强自控制着 微微颤抖的手 她拿针的时间太久了 就落下这么个毛病 一旦情绪过于激动 手就会不受控制的抖 一双微凉的手附上 手指纤细修长 如白瓷一般细腻 又比白瓷多了 银锐生动的光泽 指甲并没有染任何颜色 修剪得整整齐齐 看着干净又清爽 而那双微颤的手 只肚上一个个针眼 好了又添 添了又好 早已形成一层薄茧 粗糙得令人难堪 姑娘还猛地把手往回抽 却被真妙紧紧握住 二表妹 你 三表姐 俊姆一定和你说过 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温雅汗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是这相信呢 我 我们又不相信 温雅汗声音微扬 一直戴着的后住面具 好似被人乍然划出一道身痕 不安又休闹 是了 二表妹自幼 就是这么尖锐的人 她怎么会顾及别人的心情呢 仿佛猜到温雅汗的想法 真妙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三表姐 我说的话呢 虽然直 但没有任何粉刺的意味 如果你愿意 何不试着相信一次 依靠一次别人 或许真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 三表姐 我就先回去了 微微欠身行了半礼 真妙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去 三姐 温雅汗探出头来 见温雅汗不语 省不住道 你和二表姐 闹别扭了吗 没有 温雅汗 神色幻暗不明 急被挺得笔直 往李屋走 哎 三姐 我觉得二表姐 说得也有道理 你要是真的有什么事 就去找姑母啊 姑母对我们挺好的 温雅汗 面无表情地 看她一眼 多罪 真妙回了宁寿堂 用了晚膳 就开始压腿 阿伦忙忙碌碌 将近半个时辰 这才把沐浴的水配好 姑娘 该沐浴了 真妙收了腿 走向近房 自从开始 坚持用太妃 给的养肌肤方子 两伤起的痘痘 果然不知不觉消失了 肌肤摸起来 也顺滑了不少 渐渐褪水 这个年纪的少女 肌肤特有的青涩感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眼看着有了效果 又有贴心丫鬟 把一切准备好 真妙由最开始的 没耐心 到现在已经 开始习惯了 先是迈入热气腾腾 加了许多药材花瓣 已经看不出 颜色的水中 真妙舒适地 叹了一口气 泡了两克钟左右 阿伦扶着她起身 走向另一个木桶 清歌立在那里 候着 那木桶 没有一丝热乎气 真妙虽是 已经这样泡过数次了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咬一咬牙 才坐了进去 冷得咧了咧嘴 嘀咕一声 烂死了 咬了冷水 开始往身上浇 清歌熟练地俯身 片刻不停地 揉搓着被冷水浇过的肌肤 胖丫头手劲大 很快火热地感觉传来 冷与热相浇 真妙觉得自己 仿佛处在冰火二重天死的 说不出是痛苦还是舒坦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想 太妃到底是何方神人 能想出这种房子 折腾得差不多了 清歌把真妙捞出来 抱回床上去 阿鸾侧坐在一旁 从脖梗开始给他按摩 不多时 真妙就睡着了 阿鸾手上没停 直到按完脚尖 才擦了擦鼻尖的汗珠 拉过井被给真妙盖好 悄悄退了出去 歇在了外面的美人榻上 一夜无话 第二日一早 去温室那里陪了半天 又去温室那里看了看 眉眼开始眨开的雷歌 一天也就过去了 第三日一早 一顶精致小轿 就静悄悄地停在了 监安伯父的垂花门处 真妙带着阿鸾和清歌上了轿子 洗轿前 下意识地回头瞥了一眼 雕刻着层层莲花的垂花门 出阳下显得格外华丽 温室站在门前台阶上 宠他挥了挥手 脚子越行越远 温室渐渐褪色成一个模糊的影子 真妙这才放下 坠着流速的帘子做好 姑娘 很快就会回来的 向来安静的阿鸾 难得多了一句嘴 嗯 真妙点点头 清歌确实一脸的憧憬 姑娘 您说公主府的厨房 是不是比我们伯父 还要大很多呀 应该是吧 一主二仆随意地聊着 也不知行了多久 轿子停了下来 真死姑娘 请下轿吧 一个嬷嬷立在轿子边 把轿帘掀开 那嬷嬷穿着段子凹 头发挽了一个利落的角 插着一根金钗 看着很是体面 真妙从她点头微笑 那嬷嬷便回之一笑 只是嘴角微勾 显得有几分举傲 真妙没有往心里去 抬脚就走 面年的梨花都会在公主府的梨园举行 它不是第一次来了 这里景致确实是极好的 哪怕到了这个世界 仍有许多不知名的草木成青 花团锦簇 行走到一处 还看到一层灌木 挂着满满的红色小浆果 果子晶莹小巧 看着就让人垂涎 这是蝶香果 早年从海外带来的树种 一个清清凉凉的声音响起 真妙抬头 这才看到重洗县主 就在灌木丛的另一侧 县主 真妙连惹失礼 真妙 我等你好久了 这话说的真妙有一些意外 迷茫地看了重洗县主一眼 白露的摸摸脸色微变 看向真妙的眼神 再也没有最初的菊傲 可漫不经心 反而多了几分慎重 可审慎 县主自小却是冷淡性子 便是对着自己的大嫂 都不像寻常小姑那样 爱说爱笑 这位真妙姑娘 到底是怎么得了县主的亲眼呢 走吧 重洗县主伸出手 竟是千禧真妙的手往前走 摸摸悄悄揉了手眼睛 确定没有眼花 这才跟了上去 杨摸摸 我带真妙姑娘过去就成了 重洗县主淡淡道 是 杨摸摸恭敬硬着 停住了脚步 府里谁都知道 县主虽不像寻常贵女那样娇满 甚至大多时候平和冷淡 可向来是说一不二的 连公主的很少搏县主的面子 真真是比两位公子 还要威风的人物 真妙一头雾水地 跟着重洗县主走 见周围紧直越来越精致 忍不住问 县主 是带我去见大姐吗 说起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大姐呢 没想到 她住的地方比离远也不逊色 重洗县主停了下来 她身后是一株海棠树 这个时节叶子早已掉光 只剩下满树的红色果实 如云似火 美不胜手 硬衬的素来清淡的面庞 也多了一抹烟红 重洗县主轻笑一声 才解释道 我带你去见的不是大嫂 是我母亲 这一次这庙是真的意外了 素来鲜少见外人的张云长公主 请要见她 不用担心 我母亲很好的 重洗县主安抚的笑笑 等你安顿好 在一起做彩虹面条可好 好的 真妙调整好心态 笑咪咪的道 既来之则安之 见真妙神色坦然 重洗县主暗自点头 带着她穿过一道道月亮门 到了朝云长公主的休憩之地 两个容貌较好的舍女 溢在门旁 见着重洗县主 吟吟失礼 一人打起 绣着烟雨山水图的布帘 一人向着屋内禀告一声 公主 县主和真四姑娘来了 让他们进来 柔弱春风的声音传来 真妙走进去 竟不敢落脚了 地上铺着一尘不染的雪兔皮 溢水的紫檀木家具 压住了这一片白 整个房间说不出的高贵大气 临窗的大炕上 坐着一个一身红淤的女子 趁着这雪白和暗子 明明是张极张扬的颜色 眉眼间的浅笑 却深深柔和了这一切 冲洗县主 剃掉鞋子 雪白的罗袜 踩着雪肚皮 扑旧的地面 走向朝云长公主 真妙回了神 站在门口 连忍失礼 名女拜见 长公主 你便是真四吧 来 进来坐 朝云长公主 招招手 真妙脱了鞋子进去 长公主赐了座 随后闲聊一般 问了几个问题 都一一乖巧地硬了 她自认没有长袖善武的本事 面对绝对的上位者 不出错就是好的 原以为长公主见她 或者有什么深意 却不想问了那几个问题后 便断了茶 一位个子高挑的丫鬟 领着真妙去大公子院里 只留下重洗县主 终是忍不住问 母亲 您既有心见真四一面 就只是为了说几句话吗 说几句 就已经足够了 朝云长公主笑了笑 重洗县主不再多问 可是心里的疑惑 却越来越大了 母亲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轻傲 只是形势洒脱 不拘礼俗 也因此不耐烦和京城贵妇们 打交道 除了每年惯例的梨花会 减少再见外人的 可是若记得不错 母亲近两年 包括真妙在内 只特意见过三位年轻姑娘 她们好像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 一个人民 逐渐地在脑海中浮现 罗天成 她们都和这位罗世子一国亲呢 可是母亲 为什么关心这个 重洗县主 白玉般的手指 倾扣着雕花床柱 重洗 霍达儿 小姑娘家 默想太多了 朝云长公主伸出手指 谈了谈 重洗县主的额头 语气也语 母亲 我找真四去了 重洗县主 无奈地扯扯嘴角 起声告辞 真妙跟着领路丫头 不紧不慢地走着 心声还是放在 刚才短暂的见面上 朝云长公主 是双居指人 竟然穿了一身大红色 果然是不居城里 这么不居城里的人 会会见儿媳家的亲妹子 有一些奇怪 真四姑娘 大公子的住处到了 亲随婢子来 各自高挑的丫鬟 在提名常乐院的门前 停了下来 当心台阶 真妙道了一身谢 提着裙脚往上走 说起来 真妮的夫婿 韩大公子 还有一些特殊 她自幼就被招风帝 受了奋国将军的爵位 行冠了以后 要住进将军府 只是如今未满二十 就一直在公主府住着 满府的人 都习惯叫大公子 而不称分好了 金红姐姐 守门的丫鬟笑着 向各自高挑的丫鬟 打了招呼 真妙这才知道 这带路的丫鬟叫金红 去和那奶奶禀告一声 真四姑娘到了 哎 那丫鬟跑了进去 真妮斜靠在美人榻上 神情有一些艳艳的问 是四姑娘到了吗 原本招云长公主 不耐打理数五 自打她嫁进来 把管家之拳就丢了过来 不想亦有身孕 长公主就放话 让她好生休息 先不要操心这些琐事 虽然说 抛开这些是轻松了 可是乍然没了事儿敢 反倒是有一些不自在 太喜的症状 倒是越发重了 是的大奶奶 丫鬟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是金红姐姐送真四姑娘过来的 真妮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这么说 长公主竟然见了她这位四妹 去把四姑娘请进来 等丫鬟出了屋 真妮受了笑意 对坐在井雾上的一位中年妇人道 奶娘 您说长公主是什么意思 当时母亲提起四妹会做吃时 想让她来照料我一些时日 我原是没有答应的 你也知道 大公子平时都歇在长乐院里 二公子又没有娶妻 她一个姑娘家 常住在这儿 为师有些不妥当 大奶奶放快心 四姑娘是定了亲的人 知道分寸的 真妮冷笑一声 对这个话题没有再多谈 要说她的二妹知道分寸 她倒是心 可这位四妹 从小她冷眼看着 就是心心不振的抓 母亲提这个事 虽是为她身体着想 还是让人恼怒 难道就不怕给她引狼入室吗 竟还说 那丫头是拎得轻的 让她放心 能拉着郑国公 世子落水的人 哪怕是她桃妹 她怎么能放得下这个心 有什么 躲得了 我自己承拎了 我跟你说 我自己承拎了 他帮者